要再可愛一點 所以有可能會去 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說法 然後來表現這段牌子這樣 所以大家要盡情期待囉 你會打走最後的說話 聰明倫力 聰明倫力 準備說說有夠帥 再來再到這邊 而且啊我耳朵像雙耳朵 你我學妹 因為每天氣到吃不下 睡不著 在這邊拍手 睡不著 完了到這邊 最重要的是 拿一把鈔票來出來 我給你 最重要 我還是個尖章 我還是個 最重要 我還是個尖章 哇這錢 放高利貸 最重要 我還是個尖章 放高利貸的 一半半的這樣 無序他 你要接受 全世界的鄙視我眼光 就像這樣 過世紀了吧 就過出去 過在一起吧 同學 你覺得好玩嗎 滿好玩的有點害羞 因為我剛才阿本在抱我起來的時候 這樣 第一次我是因為腳張開 然後他直接勾搖 我一直想我另一隻腳 趕快就跳上去 然後第二次是我 看上去已經站不住了 所以我就蹲一下 然後跳 然後還有一個擁抱的時候 我靠在哪裡 然後靠到他下巴 我只能說 我再勾搖 今天這場道白戲 非常那個 又緊張 然後又有點興奮 又很複雜的感覺 然後最後就是 終於就是跟那個小龍女 感覺有一個還蠻不錯的Happy Ending 所以就讓我想到以前很多告白 今天其實我還蠻多那種被拒絕的經驗 還蠻糗的 像是那個 以前有一次是國中 那時候我國中的時候還蠻流行 那種畢業的時候阿或什麼 就是告白然後拿一個釦子 給你喜歡的女生 就有一次我就拔了我的釦子 給你喜歡的女生 然後他就拿了之後 我反而以為他要就 他就過大概五分鐘吧 然後後來又走回來 我以為還是要 因為通常他如果給我 那就表示他答應我 結果就拿了一個釦子 就丟回來 然後就說 結果是我自己的釦子 結果就整個就被拒絕 超慘的 那一次是我記得還蠻清楚的 那一次我很喜歡 我被告白的經驗其實 有啊 還蠻多的 哎呀幹嘛這樣 那其實我有被一個男生 告白的很特別的經驗就是 呃 就是他每天就來學校找我 但他不是學校的學生 然後他就每天來學校找我 然後有一次阿 就是我當眾拒絕他 還有他的腿還有我的朋友 然後他就很難過 隔天他還是來了 但他剃光頭 然後就讓我有點嚇到 因為他頭髮原本就是還蠻帥 男生不是都在抓一下頭髮 就是 就整個剃光喔 然後我就嚇到 然後我就偷偷問了他朋友說 他怎麼了 他說沒有 他就 覺得他很難過 但他還是很喜歡妳 但妳所以他就把頭髮剃掉 我說哇 也太帥了吧 然後我就之後 就一直這樣說 爸爸為什麼剃掉 喜歡我 喜歡我 結果你知道我就是走這個風格 這整件事告訴我們 想要追女生剃光頭是沒用的